Hello 這麼多明報的讀者 我是Jason 陳柏宇 在這裏祝你們聖誕快樂 Merry Christmas 聖誕對於你們的家中 有很重要的事情嗎? 哦 重要 有孩子更加重要 會不會有了Ebby之後更加重要? 更加重要 以前小時候 我想第一次 真的很感受聖誕氣氛 是剛剛飛去加拿大的時候 因為有雪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嗎? 適中 我又不是特別嚴大 又不是特別寬鬆 不可以打人為主 太太呢? 太太有什麼模式? 太太嗎? 女兒有時候不聽說 誰是醜的 沒有這件事的 沒有說 特意要有一個人去做醜的 誰見到就誰處理 不可以每次都說 你糟了 等爸爸回來你就糟了 因為媽媽都有權處理 或者不可以爸爸 看到她做錯一些事的時候 你糟了媽媽回來你就糟了 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 她們兩個都是家長的角色 兩個都有權利和義務 告訴她是對的 是不對的 你既然說 女兒會成為一個人嗎? 成為一個什麼的人? 好人 簡單單好人 其實都可以 好人 有邏輯思維 一定是 你覺得她的喜感也為存了你嗎? 媽媽都有 我們在她面前都搞笑的 又鼓勵她去搞笑 我們又搞笑 想入行 演藝和英國合法 你們批准嗎? 沒有說不批准的 其實只是看情況而已 一定要她讀好書 一定要讀好書 看看她讀什麼 我又不想說不是 我覺得讀書是重要的 因為那個學習的過程 那個成長的階段 其實是應該有讀書的過程 但是 我又覺得 就真的看實際情況 我不想很肯定地說 一定要讀完書 看看需要是什麼 我不覺得你讀過 你日後完全沒有用的讀書 又或者是為讀而讀的讀書 是比一切更重要的 可能 有些東西 不是那個傳統讀書的方向 去拿回來的 而可以變成終身職業 你鼓勵她向程序發展 一定 鼓勵她向程序發展 我就是 會注重她 對什麼有興趣 她的學習 的方法 是怎樣對她最有利 有些人可能是實戰的 有些人可能不是書館上面的思識 那你要好好地去 去平衡 你不可以說 她對著書館是不厲害的 你死也要她讀書的 討厭不但只可能學不到東西 打擊她自信 跟其他人比較 但她可能做 原來她做實戰是最厲害的 那時候她可以讀多些 有工作機會的程序 好像學校 一些手上的東西 我不知道 退休很悶 之前有想過發達就退休 但發達也要找工作 何況我未發達更加要做 但做事都有很多樂趣 可以把話事權在自己手上 那你有沒有想過 暫時未 看自己想怎樣 看自己日後會怎樣 可能開幼稚園 開日care都可以 有 有 喜歡小朋友 好嗎 不知道 我首先要去讀書 但你對這方面是有興趣的 也有的